那這台車的空間真的很大 這台車可以說是 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想要在車上做飯 你想要在車上做菜 你想要在車上做愛 啊不是做愛 哈囉好明明 各位 今天帶你們看 2022年只開18000公里 新車售價 74萬9000的 單寧德里卡 各位 為什麼要跟你分享這台車 因為它的CP值我真的覺得蠻高 最後再告訴你們這台車多少錢 先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要跟你們分享這台車 因為通常會買這種車的人 名副其實就叫做 買到社會 賣家在做工作 這種車的用途通常都是 載貨啦 載人啦 商業用途啦 甚至你可以開個什麼 移動咖啡廳啦 之類的這種商業用途 所以通常就是 盡量買到CP值高 買到很新的車 但是要便宜 比新車便宜 那這台車呢 我們的入手方式 是從拍賣場買的 為什麼從拍賣場呢 因為通常這種車都是租賃車 很多企業租賃車 退役下來之後 可能兩年一年 兩三年 反正就是很新 他們退役下來之後 公司規定就是要丟到拍賣場 你一定要去競標 你就把它丟到拍賣場去 然後我們 就從拍賣場把它拉回來 因為我們看到條件不錯 我就把它買回來 那這個車呢 我們已經賣掉了 只是給大家看一下說 從拍賣場買回來的車 跟新車售價差那麼多錢的情況下 你覺得CP值高不高 那為什麼呢 我要坐在這台車裡面 跟你們解釋 沒有從外面開場呢 因為這台車裡面跟外面 是一樣大的嘛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因為外面開始有點下雨 今天台風天 那這台車呢 空間真的很大 這台車可以說是 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想要在車上做飯 你想要在車上做菜 你想要在車上做愛 不是做愛 做什麼都可以啦 錄影什麼開心就好 反正這個空間真的很大 帶你們看一下這台車的 內裝跟外觀 那我必須跟你們講 這台車因為它一下拖車 我馬上就排給你們看 因為打壓就要交車了 所以呢 完全都是沒有整理的狀況 所以車上難免會有一些 髒髒的什麼 但是那個都是很簡單的 可以清理乾淨 OK 帶你們看一下 這台車的內裝跟外觀的部分 各位 首先我們從車頭的部分 帶你們看齊 首先這台車有DRL 日行燈 日行燈在哪裡 我就姑且當作它日行燈吧 上面這一顆 然後它有光感應 起壁 頭尾燈 還有前後霧燈 所以前面的光燈就有 一顆 兩顆三顆四顆 還加上方向燈 霧燈五顆 總是五顆燈 重點來了各位 全部都是神明桌 爐樹頭燈 好處就是呢 壞掉了 修理很便宜 這個燈泡可能一個大概 自己去材料好像買到20塊吧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 三芒芯 大logo在中間 然後一個未進氣口 是沒有真的進氣口 假裝的進氣口 未進氣口 然後下面呢 有這個 很大面積的防刮材質 一直延伸到中間 貨車嘛 就是要怕被刮到 那我們再往上看 非常大面積的玻璃 還有這個收音機的天線 現在這個時代應該是沒有人在聽收音機的 那這台車的側面的部分呢 大致看一下外觀的部分 這個麵包車嘛 發財造型 那基本上我們看外觀呢 大概都沒有受傷 那車框呢 保持也是很好 都沒有刮傷 超大面積的玻璃 給你們看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看 屁股的部分 屁股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啦 魯素 自動起壁的頭尾燈 然後沒有後雨抓的功能 大致上就是這樣啦 唉唷 有兇耶 喔 有點刮傷 有點刮傷 我們最後呢 會附上那個鑑定報告啦 我還是有帶了這個 漆摩椅啦 雖然說我們有鑑定過了嘛 但是拍賣場買回來的車呢 通常有問題 幾天內是可以退貨的 我們看一下 好 圓漆 還是稍微打一下啦 OK 小打一下 OK 大致上都是圓漆 那接下來我們看 車內空間的部分 帶你們看車內空間的部分 首先一打開 看到非常大面積的 完全是貨車質感的 飾板 然後還有很多放東西的地方 唉唷 拉沙拉沙 然後呢 椅子的部分呢 我覺得鑑車的好處是 它的椅子是可以調的 如果是貨車 凹道型那種 那個就不能調椅子 然後呢 它這個車 我想這個德尼卡 比以前好很多了 先給你們看一下裡面的空間 方向盤呢 是一個三幅式 沒有多功能的方向盤 那它這個車呢 裡面是有四支喇叭 然後有藍牙音響 我還有Panasonic的一款 然後傳統式的這個 轉盤式的這個 冷氣的調整 以及 欸 還是沒有一晶一目耶 還是傳統直證式 還有呢 非常的經典正方形的 冷氣出風口 搭配長方形警示燈 那基本上這種車 不太注重豪華啦 可是我覺得一晶比以前好 我記得很久以前 我開那個德尼卡 還是它去彎一耳 它這個已經有 有電動窗戶了 然後還有這個 電動這個 後視鏡可以調整 OK 那我們接下來看 後面的部分 我們看後面 後面比較重要啦 哇 後面就大了 沒有國嶺 所以坐三個人是很舒服的 那這個椅子 是可以拆掉的 可以拆掉那載貨 然後冷氣出風口呢 後面 1234567891011 11個出風口 這個還11個出風口 超多 這個好 我以前坐娃娃車的時候 小時候的印象 有沒有 這個是 用手搖的 有沒有 用手搖的 好 好處就是不會壞 沒有那個機械問題 欸 這個 這邊還有一包 這什麼東西 喔 補胎劑 好 我們看一下 後座空間的部分 這個男人太狠了 他所販售的 氣壓避震器 越賣越好 原因是 工廠直接生產出貨 沒有經過 其他環節剝靴 指高 價格低 提供給大家便宜耐用的廣道 又有實體公司保障保護 幾乎完爆市場 後續問題找到了負責 當你們的避震器 故障的時候記得搜尋 完美避震器 後座空間的部分來 還有附第三排座椅 但是已經拔掉了 因為以前是載貨了 通常這種車的第三排座椅 都是載貨 所以他們都很乾淨 就沒有在用 一買來就拔掉了 所以這個車總共是 12345678 8人坐 買回去載人也蠻方便 當然以前有搬貨 所以會有一些痕跡 但是這個其實還好 因為你以後買回去 還是會載貨 12年跑18000公里得地卡的狀況 欸 我發現有個亮點欸 前面 喔 欸 賤掉了 再給我一個 倒車影像 因為我後門現在開啟了 所以它現在是看空中 這邊還有一個USB口 OK 各位 我們還是試駕一下好了 不要覺得我不會開手排 我第一份工作出社會 就是在送酒 而且我那時候開的貨車 是沒有後面的 是鐵箱子一款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電子後視鏡 就是用感覺的 因為這個後視鏡是照不到後面 後面是鐵箱 就是完全用感覺 那是真正的技術 我還記得那時候是開那個 三菱的Velica Velica的香車 所以開手 哎呀 幹你啊 牌檔上面有蟑螂 好險我有酒精 先噴一噴 好噁心喔 下次車要先送美容 再排奧幕 好啦 手排車我可以說是 我的手可以說是比 雙離合器 還要雙離合器 我的手可以說是比 雙離合器 還要雙離合器 比雙離合器 還要雙離合器 還要雙離合器 等一下等一下 不好意思 有點久沒有開 因為它的打檔模式跟那個Velica有點不太一樣 好不好 喔很順喔 哇 各位 這就是 2.4 V6 沒有V6 V4 欸 再有V4嗎 2.64缸 六速手排的感覺 喔好爽喔 NA就是爽 車子就是買NA的 但我覺得這個這顆 因為它馬力只有133P 所以我覺得買手排其實也算是對的 因為如果你載很多東西的話 自排某些時候 我覺得好像還是沒有手排好用 男人 就是要手排 沒什麼鑄排啊 其實是因為拍賣廠沒有什麼自排的 我們也買不到 所以最後妥協了 自排找兩個禮拜找不到 最後要說不然你找手排就好了 因為拍賣廠也是要看運氣 不一定買得到 因為自排的車真的太少 欸有車有車 手排車最怕就是 就是兩個東西倒車 還有上坡塞車 好啦我要先去監禮站過路啦 先這樣子吧 試車試到這邊啦 還蠻安靜的這個車 各位以上就是這台 三菱德利卡2022年 跑18000公里的介紹 跟你們分享這台車 那這台車我們是幫人家拍回來的 順便跟你們講一下 為什麼會從拍賣場找呢 因為從拍賣場買車 其實它的資訊是很透明的 包含它的里程 有沒有保證啊 然後它的鑑定報告啊 而且它的鑑定報告 是給車商看的鑑定報告 跟一般人看到的鑑定報告又不太一樣 所有的資訊都會揭露在上面 最重要的是 它如果買回來你發現有問題 在好像是幾天內可以退車 拍賣場是這樣子 而且它很公開透明 所以我覺得去拍賣場 跟這些大企業 買回來這些竹林車 其實條件都還不錯 所以只要是貨車這種商用車 我們大部分都是從拍賣場找回來 所以如果你們有需要買貨車 比如說Ringer、Delica、Berrycar什麼之類的 我們就可以從拍賣場幫你找一台 這個蠻不錯的物件回來 因為我們平常不是在賣貨車的 但是有人在找我們還是幫你找 那這個車其實還有很多配備 我沒有練完 這台車是743 2.4升 自然進氣六速手排的 三菱德利卡 有後輪驅動 然後觀港硬頭燈 DRL 軸型燈 多功能行車資訊 有多功能嗎 可能五個功能就算多了吧 多暖車嘛 然後冷暖空調 藍牙音響加USB 四支喇叭 皮質座椅 八人座布局 那跟我啥 整台車就有兩個氣囊 呃... 沒關係 帶貨嘛 要氣囊幹嘛 沒事沒事 還有ISOFIX 然後陡坡輔助系統 它手排有這種東西喔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 它有一個ASC 車身動態穩定 還有加TCL循跡 我覺得這很重要 好最後告訴你們這台車是 2022年好像是4月的得利卡吧 然後到現在大概一年多的時間 開18000公里 新車售價70萬3 我們從拍賣場買回來 大概在53萬左右 因為還有一些手續費啊 然後過戶稅金等等的 大概抓在53萬 所以就是說 一落地開一年 18000公里是盲著20萬 如果以要做生意的人來講 買這個車是非常划算 各位重點 別忘了 如果要買車 或者是請我幫你標一台車 帶上通關密語 晚命比 京城武帥 大哲打到骨折 好啦好啦 掰掰掰掰 jun 千曲 欸東好 我現在在拍這種動態的畫面 可是我覺得 好像用不太到 怎麼再開得利卡 就你在放假啦 就你在放假